命理學其實應該要幫人變得更好 而不是讓你的生活變得更糟糕 業障的產生 容易累積難以消除 跟我身上的肥肉一樣 從盤上是可以看得到你業障存在的 那盤上什麼事情會代表這些東西呢 這三個點其實都是我們在生命中 往往沒有辦法好好的 你會覺得你就是那個關過去 你就是覺得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過年前我們拍了一支影片 短短兩天點閱率破完 得到大家的支持 很多網友都回饋說 我們在影片裡面跟大家講了一個很好的觀念 事實上我們常說 命理學其實應該要幫人變得更好 而不是讓你的生活變得更糟糕 如果說命理學只不過被變成是一個 父權對你壓榨的工具 或者是一個政治上對你壓榨的工具的話 那這樣子的命理學其實是不對的 其實是不對的 所以說如果說你聽到命理師跟你講說 哎呀那個你老公打你 那這個就是前世夜暴 那你又忍耐一下 那叫你要忍耐 這個是不對的 或者說如果說 命理師告訴你說 那個女人啊 尊歸是要生小孩的 那不肖有傷無厚為大 那你生不出小孩 你就對不起這個家人 這個也是不對的 因為這些都是啊 把命理學啊 當成是一個思想前置的工具 然後來去限制你 那沒有辦法讓你的生變得更美好 所以說呢 覺得那支影片呢 就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觀點出來 那當然我們教命理也是希望讓大家能夠 不要只是去算命 而是要真的了解自己需要的是什麼 所以就要跟大家提出一些 我們覺得在這個年代啊 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觀念 如果覺得我們的頻道很不錯的 麻煩就是一樣的點閱按讚 然後才可以讓更多更多人曉得說 你的人生要用怎麼樣才可以變得 這是一個更美好的人生 所以呢 因大家的要求呢 我們大概會把一些一般 我們常在算命的時候啊 會碰到的那這些事情呢 它都是因為我們傳統的一些教育觀念呢 來造成我們人身上一些困惑 那你就算了命之後 結果你更困惑 像這樣子的東西呢 我們開始來做一系列的 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這一集呢 就來談啊 業障這個東西 哎呀 學算命會幫別人背業障 或者是說呢 哎呀 那個老師 很多人幫我算命啊 都說啊 或是師父啊 告訴我說啊 我就是前世業障重 那這麼深的業障呢 導致我這輩子啊 什麼事情我都做不好 導致我這輩子啊 總是啊那個 家人都要害我 朋友都要背叛我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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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東西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命理師啊 在算命的時候 或是學命理的時候 你到底會不會去背這種東西呢 這邊啊 就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所謂業障這兩個字 業障這兩個字呢 它的起源啊 大家一定都知道啊 它是來自於啊 佛教的說法 佛教呢 它有一個很 它的宇宙觀呢 會覺得我們人生來到這個地方呢 就是因為 我們有一些課業沒有做完 那前世的課業沒有做完 那前世的課業沒有做完呢 我們這輩子呢 要繼續來把它完成 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無牽無掛的 可以度過婆娑苦海 然後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這是一般我們現在 大家對於這個 佛教英國輪迴的一個 基本的觀念 那在業障裡面啊 基本上啊 業啊 分成好的跟壞的 業障業障 指的當然啊 就是對我們會有所影響 會擋在我們前方的那些東西 那事實上呢 佛教啊 在講業這件事情啊 它會跟你談什麼呢 它會跟你談啊 這三種 什麼叫做業呢 簡單來說啊 如果我幫助人家 讓人家得到幫助 那這個就是 我跟他之間呢 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這是好的業 那如果說呢 我就害了別人 或者說我的行為呢 去造成了別人什麼麻煩 我造成別人什麼麻煩 那我當然就要擔心說 別人需要把這東西要回去 這個可能就是不好的業 那我們呢 會有什麼地方來造成這個狀況呢 它這邊就會談說 身與意這三項 你身體的行為 譬如說 你那個路上開車是三保 然後呢 那個造成別人出車禍 你身體的行為 與呢 你的言語的行為 譬如說你說人家壞話 然後呢 污衊別人 這種言語上的行為 明明就沒有的事情 那你卻說人家是有的 那這個就是 用嘴巴去污衊別人的業 那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心態 心情 那你說心態跟心情啊 會不會造成別人的狀況 當然會啊 因為你對他有所仇恨 然後你對他有所妒忌 都會有產生這樣的狀況 那當然我們又不是佛學課程 所以呢 我們不會跟大家很細談這些東西 但 那這個就是我常說的 指揮斗術的 指揮斗術呢 基本上呢 是佛教體系的東西 絕對不會是道教體系的東西 就是因為它在盤上面呢 通篇跟你討論了很多很多這樣的觀念 因此也會有一些 老師會告訴你說 從盤上呢 是可以看得到你業障存在的 那 但就如同我常說的 業抱這件事情 業障的產生啊 容易累積難以消除 跟我身上的肥肉一樣 我們 會有這些行為產生 會有這些狀況產生 你想想看 它一定是因為 我就覺得我要這樣子做啊 我就想要這樣子做啊 那我覺得我要這樣做 對我是有好處的嘛 那我去做這些事情 這些從自己的情緒 跟自己的需求 為出發點 去做的這些事情呢 你少了去對別人的考量 少了去對別人立場的考量 而造成了 這中間你跟它之間 會產生一個業抱產生 然後會有一些糾葛 那前一輩子呢 你產生了這樣的事情 那這一輩子呢 可能你就必須要去還它這一段 這個是佛法基本的 最基礎的邏輯 那當然那個有更深度的部分 因為我們影片很短 我們沒有辦法談很多 那有更研究的網友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大家分享 那所以呢 我們人生再次會有些 這樣的東西存在 那當然 就會開始有這樣的議題 討論出來說 那我既然有這樣的事情存在 第一件事情是 那我們剛剛所講的嘛 如果說所謂的業障 我們從它既然源自於佛教的角度 我們就要從佛教的角度來談這個事情的話 那佛教在講業障這個事情 它談的是你的身體的行為 你延遲的行為 以及你的個性所使然的話 那是不是就表示說 其實這都是你可以控制的事情 都是你自己所能夠決定的事情 那既然是你自己所能夠決定的事情 當然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在命盤上面 我自己盤上面 有哪些東西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 我們從小到大都會得到一些 都會學到一些觀念 那這些觀念呢 有的是有問題的 譬如說他告訴你說 天地軍親師 那個皇帝比老子都還要大 那或者他告訴你說 要駕雞舍雞駕狗隨狗 就算你駕他的時候是人 現在變成狗 你還是要跟著他 這些其實是被扭曲掉的 為什麼?因為他都沒有去考慮到 身為一個人他自身的立場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通常都是另外一股力量 不管是政治不管是家族 等等的來希望要你照著他的意思做 那對你來講 如果有產生損害當然 可能這個就是一個不對的狀況 那有一些事情呢 是我們必須要尊重別人 我們必須要愛護身邊的人 然後我們必須要照顧身邊的人 那這個就是一些比較好的觀念 我們受這樣的觀念之後呢 可是我們即便知道說 我們要去愛護別人 我們即便知道說 上了公車看到老人要這樣做 但是我們即便知道說 我們要去關心身邊的人 我們之所以跟動物不一樣 是因為動物會完全照著他的 我們照著他的獸性去過生活 人類呢之所以跟他的不同 是因為我們呢有一些文明的教化 然後我們不會照著我們的獸性去過生活 可是這個所謂的獸性 其實一樣保留在我們的情緒當中 那有的時候你忍不住的 你就是會 你忍不住的你就是會覺得 那或者是你忍不住的 你就是會覺得說 那老子我就是想這樣子啊 那我就是任性嘛 為什麼你不能讓我咧 奇怪你認性為什麼要讓你 或是說 我就是這樣子的個性啊 對啊 總是當有一個人呢 他用自己的立場在想事情的時候 往往其實就是他被情緒拉動 那這個情緒的拉動呢 當然也會造成一些 他在生活中間的一些問題 那頭髮上面講說 我們要六根情緒 就是當我們開始把這些 慾念啊情緒啊等等都拋下的時候 我們自然而然就跟人不會產生一些問題 那自然而然我們就 我們的業障呢就不會再累積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的呢 最後有一天我們就在不再受這些東西所牽引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盤上什麼東西是業報呢 就是那一個啊 我們總是沒有辦法處理掉的情緒 我們總是沒有辦法擺脫掉的心情 我們總是忍不住 我們就會覺得我沒有你不心 我沒有這個東西不心 這樣子的心情狀態 不可否認我們畢竟是人 有一些情緒層面存在是對的 那也合理的 因為我們畢竟吃五穀雜量 我們在一個物質的世界裡面 然後我們有 我們也不是神仙 我們也不是菩薩 那這些東西都是存在的 可是如果說我們來到這個人世間 就是為了要把功課做好 那是不是這些當我們當下沒有辦法擺脫掉的情緒 其實反而就是我們要去面對的功課 這個當下我覺得我過不去的 我覺得我一定要你我沒有你不行 這個女生已經不愛你了 然後呢你硬要纏著他有沒有 像這樣子的行為 或者是說呢我只要看到對我不利的事情 那我就一定要去把利潤都放在自己身上 可是我沒有去考慮到說 我這樣子的行為到底合不合理 這樣的行為是不是對別人有傷害 這樣子的行為是不是 其實讓我的生命中呢 有諸多的煩惱 所以這些情況我們擺脫不掉的 我們在那個當下無法解決的 就是我們這輩子要做的功課 那盤上什麼事情呢 會代表這些東西呢 你的命盤上的陀螺心 情陽心跟話際所在的位置 陀螺是我們總是不知道該怎麼做決定的 總是糾纏在那個地方 譬如說陀螺在夫妻宮 他總是在感情上面他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你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那當然 老天就要讓你學會怎麼處理這個感情問題 話際所在的宮位 那譬如說你話際在蒲螺宮 你總是覺得跟朋友之間呢 朋友對你的關心 你跟朋友的關係呢 總是讓你覺得有一些不夠滿足的地方 朋友對你不夠好啦 或者說你做很多 但是那個得不到朋友的關心啦 你內心永遠空缺的那一塊 那譬如有空缺點之後 你在那個滿足的過程中間 你可能就會忘記去考慮到 你做的事情是不是傷害了別人 那當然這也是一言不好呈生 還有什麼呢 很固執跟堅持的地方 這三個點其實都是我們在生命中 往往沒有辦法好好的 當你的運線走道的時候 當你的時間點碰到那個心耀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就是那個關過去 你就是覺得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本命盤上面三個訊息其實指的都是啊 我們在盤上面啊 我們所需要去努力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呢 是我們天生而來的 這是我們天生而來的 所以呢 在某一些流派裡面啊 他們就會把這三個 心耀也好 或者是那個四化也好 所在的宮位呢 會被視為說 這個是我們一輩子所要努力的 那既然這是我們一輩子所要努力的 那就是今生的功課 今生的功課 當然就是前世的夜報所產生 那由這邊可以來看得出來 但是排除掉宗教的邏輯來看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自己 就個性心情跟情緒上 我們在這輩子所比較需要去改善的點 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 都會碰到這三個宮位 那這也都是我們說 需要去努力的 那能不能改呢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既然生與異都是我們自己的行為 我們自己的心理 那當然是可以改變的 就像有沒有發現 我最近有變瘦了 我雖然是異胖的體質 我雖然是容易累積難以消除的肥肉 但是我有變瘦了 既然變瘦都可以 那改變人生當然也可以 最後 幫人家算命會不會累積夜報 那如果幫人家算命 改變了人家的人生會累積夜報 那醫生應該都要早死 救生員也應該都要逆死 因為這些人也都幫助了別人而產生的夜報 會不會也許會 但是應該有的也是好的業 不見得是壞的業 好 謝謝大家